到這次登革熱要如何來訪地 南華大學提出了一個改革的方法 在航空的生態室來使用金火流 以生態方法來導致著病危望 這是南華大學的科技行為印度 但細胸在推動優級航空經驗 發現台灣本保證金火流 可以優惠控制登革熱並沒完 並限定試驗 也看一次最剛來的決決 都被金火流吃了 它不只是吃這個決決了 這個幼蟲它甚至連那個蟲卵 也都會把它找出來把它吃掉 在北部已經開始逐漫延 請還沒有發生地區 趕快利用這一套原理 就是放養泥丘 然後利用生態的平衡 它就會吃掉姐姐 但是以後這次 金火流是溫水性底層魚類 分佈精華 體形效 生長的速度慢 可以內涵到設施6、7度 欠水性的證據投入裡面 是使用你非常強的本土證 最經濟有效的辦法 因為它一個小苗 這個魚苗 大概只要7毛錢 那像這樣 即使這樣的成語 大概一斤也才300塊 南華台校長的林聰明表示 在各館市家共分 撒糖桌和消毒水時 不然破海的心態 也容易造成達百米網 出現控油性 將會對人體造成健康的危害 南華台校所思考的豪流是由 號稱尼求達人李連宅所政賞 李連宅環節的金火流有45年歷史 並政賞一萬倍讓南華台校 細心口要向導致蔡鳳伯德 就在這裡了 下官 下官